选第18题问的是A租1 我们看C4跟CN植物代谢相关的比较 CN植物将固定后的 产生后的第一个产物是三碳的化合物吗 它都叫CN了 当然是氏碳酸 就是草吸乙酸 Oxaloacetate C4跟CN 一定要讲的啊 C4CN固定下二氧化碳 先变成氏碳酸草吸乙酸 只是CN是时间上分工 晚上固定白天释放行卡尔文循环 那C字植物是空间上的分工 夜肉细胞固定 维管株翘细胞行卡尔文循环 一个时间上分工 一个空间上分工 但都是先固定成氏碳酸草吸乙酸 所以A呢 不是三个碳 是四个碳的 所以A不对 好我们看你们问的猪 C字植物是晚上开季孔吗 不不不不 晚上开季孔的是CN 所以猪写错了 那如果今天我要改 主词改成CN 可在后面又继续讲 维管株翘细胞 哇好麻烦哦 对不对 固定二氧化碳有点麻烦了 就是光第一句话不对啦 你这么讲的固定二氧化碳 是指第一次固定成氏碳酸 还是卡尔文循环的第一个动作 二氧化碳的固定 所以其实第二句话 有点争议了 如果我指的是卡尔文循环当中的 第一步 二氧化碳的固定 它真的发生在维管株翘细胞 因为维管株翘细胞 进行卡尔文循环 那讲后面这句话好像就没问题 但是第一句话已经不对啦 C4是白天开气口 CAM才是晚上开气口 好最后的一选项 CAM植物固定二氧化碳 产生糖类的整个过程 叫做颈天酸代谢吗 不是 说明一下 是这样的 CAM植物呢 当你的二氧化碳 被固定下来之后 变成氏碳酸 草吸乙酸 那前面是有三碳固定 这个三碳就是PEP 我们不知道有一题提到 就什么磷酸 吸醇 丙酮酸 固定二氧化碳变成氏碳酸 好这个过程就叫CAM 叫做颈天酸代谢 那后面产生二氧化碳 进行卡尔文循环呢 那就是卡尔文循环 所以先切一半 只有前面 所以他说整个过程都叫做 颈天酸代谢吗 不是的 只有前面固定成氏碳酸 才叫颈天酸代谢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当年发现颈天科植物 多漏植物 例如说芦荟 晚上之后 清晨时吃的时候 好酸哦 代表他晚上会累积酸性物质 白天酸性物质又没有了 所以这个颈天科的植物 或是多漏植物 或是沙漠植物 似乎他的植物体里面 会代谢酸性物质 而且是有日周期的 晚上会累积酸性物质 所以晚上后吃酸酸的 白天之后吃会变甜 因为酸性物质被用掉了 所以好像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 有日周期 那就叫做颈天酸代谢 以上是第十八题 所以一是错在 并不是整个过程 只有前半部 固定下四碳酸 这个过程叫颈天酸代谢 那个酸就是指这个四碳酸 草稀乙酸 好 以上十八题